杜兰特,多么希望能够重新打一次最后一个回合,虎扑5月23日训,早前结束的一场季后赛,勇士92比95不敌火箭,此一过后,勇士和火箭在西部决赛中,战成2-2平,赛后,勇士前锋凯文杜兰特接受了媒体采访,谈及这场比赛,杜兰特说,我觉得每场比赛都充满了身体对抗, 他们在莫杰命中了一些及时的球,埃里克戈登命中了关键三分,那让他们得以缓冲,我们曾经有一些机会赢下这场球的,你必须向休斯敦火箭队脱帽致敬,他们在课场拿下这场比赛,我们需要重整旗鼓,下场比赛打得更好,勇士莫杰的最后一个回合,杜兰特后场持球后,将球交给队友克莱汤普森,记者就此提问了杜兰特, 他叹了口气并回应道,我当时在试图看看是否有多个选择,我看到克莱在底线,或许我应该等到他站稳脚跟之后再交给他,我传出了一个法弹球,试着重新梳理这次进攻,那不是为何我们输掉这场的原因, 我希望那有更好的结果,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结果,在下场比赛做得更好些,我们整场比赛都必须做得更好一些,特别是第四节,我们领先十分进入第四节,有很好的机会掌控这场比赛, 但我们没能做到,我希望我可以重新打一次最后一个回合,看看我有什么其他的选择,此意,杜兰特首发上场43分钟,24中九拿到27分12篮板3,助攻,编辑,贤唐赫颖。